嗨所有的海内外的团人朋友 有关2024年科文者的政治现金疑似做假账的风暴 现在呢整个侦办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在现场当中为了邀请到知名在台湾非常少数 拥有法律跟会计双博士张静德张博士来到我们现场 包括了有律师皇帝皇律师还有科文者前幕僚 吴静怡Grace来到我们现场跟我英文怎么样 Grace来到我们现场真的久仰大米了 来三位好来静怡好 这个大家好 地银律师 小军大家好 好张静德博士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OK 那因为整个案子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我说这个实践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毕业的一个Grace 他在2008年科文者的争取市场连任时除了超多经济科文者的line官方账号之外 他曾经在客团队的数位行销总监 而民众党在畅立之后为了担心民众党这个网欲可能被商标张蓝给注册 Grace也先以自家公司的名义来购买 后续也转让给民众党的实用 也就是说在2002年包括立委选战期间 他也曾经被列为民众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候选的名单当中 而在今年他的党籍被停权了后来遭到除名了 可是整体的发展当科文者陷入总统大选正式掀起的申报不实风暴里头 现在台北地检署的保全证据呢就在昨天指挥调查局缤纷七路 前往包括了有木可、石乐、尼耀公司包括了李文娟、戴笠领的住处呢 端木正会计事务所总共有七个地方进行全面搜索跟约谈 检方在漏院征讯之后呢 今天凌晨预令会计师端木正200万元交保 当然包括了木可公安公司负责的李文娟150万元交保 而且通通限制出境并且必须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但是端木正呢因为呢在最后呢他密保五爪改100万元交保 另外端木正的一个助理的陈伟轩曾经经手过相关的政治献金的案子 木可公司的会计人员呢何艾婷则负责为木可来作账 检调单位认为调阅资料之后都说这两个社有重贤 将两个人从证人身份转为被告 其中的陈伟轩在询问之后无保请回 何艾婷则是50万元交保 至于像是尼奥的时乐公司负责人戴利林 以及担任竞权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宗 这是李文娟的包凶啊 以证人身份被约谈之后两个人在询问之后都请回啊 来我先请教Grace 整个事情的发展啊 第一个检方这样的一个行动跟你当初愿意站出来 看到你所看到的内容这样的发展意外吗Grace 基本上我认为其实我8月6号贴脸书的时候 我必须讲那个时候民众党给我的回给大家全台湾的回应是 吴静怡刮虎还帮我写Grace 告诉他要说第一个我在幻想 第二个他告诉大家政治评论员真好赚 然后他挂保证告诉所有人 我是有会计师签合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想把问题丢在丢回我身上 不过我也是觉得因为现在 我觉得就是柯文哲的团队 他总是对哪一种人处罚你知道吗 就是说出真相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从去年开始啊 所谓很多人被挂标签说是 什么柯黑啊什么 他们就会大举的遭受到这个网军的攻击 所以我就觉得哇没想到说真相像一场革命 但我运气非常好 你会发现8月6号开始是不止我一个人在帮柯文哲查账 是整个网路大家都开始帮柯文哲到监察院去下载 这样的表单一起来查账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行动不是我一个人说 我要来去揭壁而是全台湾的人都对柯文哲看不下去 然后大家一起做揭壁的这个动作才会产生到柯文哲不得不正式面对这个问题 还自己去开了一场说谎的记者会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改变甚至进步到很多人对于资讯正确的追求 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比较惊讶的地方 但是对于柯文哲他恐怕要被检察官搜索啊或者是等等问题 我个人是不惊讶不惊讶 8月6号贴出这个关键性脸书 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愿意说出这样的内容 可以稍微告诉我们吗 这里头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内幕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出来 我去年其实我自己经营公司 那因为这个媒体喜欢称呼我为前幕僚 认为比较有一个媒体的效果 但是我承担都是蛮不屑的 那你希望媒体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都接受 但是就是因为我被挂前幕僚的时候 整个柯团队跟网军全部都来抹黑说 你从来没有当过柯文哲的幕僚 你自以为你是前幕僚 用这个点来攻击我个人 ok 那就显示我没有其他好攻击的啦 就这样 好 那我要讲一件事情是 去年柯文哲真的曾经在民调 在四五月的时候 他的民调确实有到第一名 因为我是看每个礼拜的滚动式民调 我那时候跟我的同事说 这个人如果当上总统 那么台湾很多年轻人就等于被骗了 然后台湾会完蛋 嗯 所以我就跟我同事说 我觉得 要不要我公司就先不要做 因为你开公司的人 你去在媒体前面说 哪一个政治人物的问题 你会 你的生意会产生影响 你的工作会产生影响 你的客户不喜欢这样 因为我是做 Global Branding的 没有一个国际品牌 愿意去承担这个压力 我甚至在2022年 我公司有 你知道我公司掉了非常多的业绩的原因 是因为 我2022年跟刺叉猫 在选前有一张合照 我跟他吃火锅 刺叉猫那个时候是要揭闭高宏 高宏 我跟他吃完火锅的那天晚上11点 某个品牌的公安经理 打电话给我 说Grace 上面决定要 取消你明年度的合约 你知道那一份合约是 快要500万 嗯 我就觉得 天啊 为什么会这样 在那之前 这不违法吗 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吗 因为不是签了吗 没有啊 因为你也知道 就私人公司 他怎么样你就只能这样 对我而言 其实在那更早之前有发生 柯文哲捶我桌子的事情 我只告诉柯文哲三件事 嗯 第一个 麻烦你 不要用内斗的文化 来攻击自己内部的人 第二个 麻烦你不要用网军侧翼 去攻击任何一个人 第三个 麻烦你 不要让不专业的人 去管专业的人 嗯 就因为这三句话 我就被捶桌子 捶桌子 对 而且他就直接扬言说要把我干掉 哦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确实有客户打电话给我 叫我去跟柯文哲道歉 如果不到歉 他生意不给我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有人打电话给他 跟他说 难道你们公司 不要整个台北市政府的案子吗 嗯嗯 我那时候就跟那个董事长道歉 我说我今天就是要站 把钱给赚 我说我可以等 等到柯文哲要选总统的那一天 我把他干掉 所以我在去年我就是用这个决心 然后呃才决定说每一天开始写脸书 叫一日一文哲 嗯 我一直到等到他这个大游行七月的时候 证明他其实很弱 我才开始出来上电视 所以他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民进党 国民党跟我合作 嗯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呢 我算是孤独 可是我是发现就是一直到8月6号 我贴了文的那一天 非常多的网路的人 对我好像觉得我可信度 比柯文哲还高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协作 包含不管是四叉猫 包含任何一个人 嗯 我就是要告诉全台湾的人 就是说 你们可以勇敢的把实话说出来 但是你会看到民众党 包含他们开了那一场丢脸的记者会 嗯 所有的人 不敢把自己内脏做坏的这件事情 说出来 把所有事情 要推给一个会计师的时候 你要知道社会看不下去 但是你要知道我是这样 因为我是研究大数据的 我帮品牌也是做大数据 在这所有的舆情大数据的追踪 柯文哲这三个月来 其实也就是上个礼拜 各位的协作的结果 让柯文哲引起社会的高关注度 第一个他得罪会计师 第二个他让所有台湾中小企业 开过公司或参与公司组织运作的人 看不下去 第三个所有人对于他儿子 居然有设立私人公司 感到非常的震惊 而且呢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所有柯文哲的面具 就因为这些事情一一被揭露之后 我认为柯文哲他已经走不回去 他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欺骗大家 他是清廉的 他是有管理能力的 所以我认为这也就是很多时间累积到 这个瞬间由民众要把他拉下来 我看到的是这股力量 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等一下我继续给您请教 来张博士 这里头牵涉到就是端木正 这个会计事务所 那昨天被约谈之后呢 呃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他是涉有重险了 以一个你自己会计师的一个身份 又具有一个法律背景 他跟柯文哲是处在什么样关系 我们调出他的过去资料里头 他曾经是诸国荣国宝集团 长达40年的财务长 2016年当柯文哲 他第一次拿下台北市长的宝座 两年之后把他派任去台北市政府 担任富邦的独懂的角色 独懂的角色 而在竞选总部里头呢 他又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会计师的角色 一个会计师的角色 胆敢 胆敢在漏爆的时候呢 大猪大鱼 把这个经费说 我要给木可 我要给这个石乐 我要给尼奥 然后不用告知竞选总部 你觉得可能吗 来张博士看到什么 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 大概第一个来讲 我是从媒体看 我跟他们都不熟 先说明一下 是 第一个他是登达吧 是不是 第一个登达 第二个是记账 第三个是签证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程序 那登达的话 我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找会计师去登达 登达照理来讲 应该是 竞选办事处自己去登达 因为这个交易 这个竞选办事处 随时发生很多的交易事项 交易事项发生 就必须要去登达 对不对 那应该由他们竞选办事处去登达 那为什么会由会计师去登达 我是不了解 第一个 第二个记账 记账基本上来讲 应该竞选办事处自己要记账 不管怎么样内账要去记 就所谓的流水账 那怎么可能说全部的记账 都委托这个会计师去记账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是违反常理的 一般公司百分之百 其实不会干这种事情 不会干这种事情 那为什么会有记账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 因为会计主管的市职 没有那么专业 那国税查账太严了 所以大部分有关的外账 都会委托会计师去帮他 做一个会计的账务的整理 跟一个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还是自己记账 只是会计师帮他来 按照这些品证法律的整理 这个情况 第三个是签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各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 签证会不会有独立性的问题 因为他又是记账 假定按照媒体讲的 科恩组他们讲的 他又是记账 他记账 又是签证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是 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除非不是上市归公司 目前是已经有开放 你记账跟查账是可以同一个事务所 但是必须要不同的人 来做这个事情 一个是记账 一个是查账 但是奇怪的是 他既然又是记账 为什么他又可以去查账 那当然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所谓 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 第十号 八十一条 那八十一条 这里面就涉及到说 你帮人家记账 又帮人家签证 那像这种 竞选办事处 目前是没有规范到 但是当然 这个有关的 这个公众利益的个体 是不行的 那这个竞选办事处 算不算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公共利益 公众利益的个体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适用的 你觉得在违法上 他可能会涉及到 什么样的刑事责任 最重 我不知道 昨天我跟一位 有法权背景 他特别提到说 有没有可能到最后 会面临到 柯文哲终身无法选举 就是耻夺公权的问题 有这么严重吗 还是说所谓的耻夺公权 可能会烙在 他的三大案件 金华城 北市科 新光人寿 等等 甚至台志光的案件 导致他可能 尺夺公权 而从此不能够再竞选 来 这个张博士有可能 最重的刑事责任 有可能 为什么呢 假定 假定 当然我认为 就是国税 需要介入调查 这里面涉及到 他有四家公司 开发票 有什么假发票等等 是不是 事实上没有假发票的事情 就是没有教育事实 开统一发票 对 发票不可能假 那假定没有教育事实 开发票 就涉及陶罗税 那再来的话 涉及到很多的政治现金 就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用了四家公司 那四家公司 假定在证件教育法来讲 规定的就很严格 就是关系人的教育 非常规教育 在证件教育法里面有很多的法规命令 都规定的很清楚 必须按照这样去做 比如说关系人教育 就有关系人教育指引 你必须要怎么样 怎么一个程序去做 他现在完全都没有 包括报表也要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财务报告也要表达出来 都没有揭露 假定一个关系人的教育 在上市贵公司来讲 没有揭露的话 就是签证不实 签证不实 政家法第20条 违反政家法第20条 然后用171条去判处 就是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相当重 那像这些关系人教育 这是非常规教育 当然我现在不知道 他有没有不敢讲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 你国税局要下去查 查到底有没有买罚票 或怎么样子 然后去查资金 目前为止 你看得出国税局的角色吗 还是说可能有 我们看不出来 你觉得目前 看不出来有国税局的角色 对好像很多没有动 那就是反应迟钝 还是该办 不想办 不知道 还是不敢办 我对政治外行不敢说明 OK 国税局的角色 来我请教这个鼎鼎大名的黄定宇 黄律师 黄律师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专业 来黄律师 目前这个发展 昨天也有人说 我检方昨天才兵分七路来展开搜索 有点慢了 礼拜六应该要搜索 当然有人认为 柯文哲你的危机处理也太慢了 在Grace惊爆之后 你应该很快的时间 到第三公正单位 来开记者会来做说明 来你看到什么黄律师 小军姐我要这样讲 北检这次其实也不能说他慢 为什么不能说他慢 其实社会什么时候认为说 柯文哲的谎言被揭穿 就是刚刚Grace讲的 他在说谎记者会上面 拿不出任何证据 拿不出任何金流 因为大家都在等 媒体其实也在等 说你那天说你要开记者会 礼拜一开记者会 你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去讲说我没有做假账 我的金流是正常的 就整场记者会拿出来的 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 拿不出任何一笔金流 说我真的是小草捐的钱 我都拿去做竞选使用 拿不出任何金流 当那场说谎记者会开完之后 隔天一早北检就分案 再隔一天就 凭分七路搜索 这个程序是很快是说 我要马上收集这样的证据 他一分案之后 马上跟监察院 掉政治现金的券 掉完之后 他等于是一定是 检察官跑去监察院拿 因为公文往返 不会那么快 跑去监察院拿回来之后 马上要说服法官核发搜索票 我一天内要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前面的记者会 礼拜一的记者会 柯文哲他的漏洞太多了 我马上分案 隔天一早分案之后 我拿了监察院的 这个相关的政治现金 柯文哲的部分 我要马上整理完资料 去说服法官说 我要请票 隔天凌晨 就要扶晓出几了 所以这个程序上面是非常快的 那我要说这样 目前现阶段的李文娟的交保 或者是里面这个木可公司 一个核性的这个交保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柯文哲被打脸 他一直讲说 这个全部都是会计师的事情 全部都是委外的事情 结果是你身边的人 被认为涉嫌重大 李文娟是扮演 木可公安公司的负责人 他是负责人之外 其实很多的证据指向 他实际上是在帮柯文哲 进行相关记账 财快的工作 所谓财务长表面上李文中 事实上是包妹在执行的 对听起来 目前各项证据指向这样 这个是柯文哲身边的人 李文中李文娟 你柯文哲开记者会 全部往外推说 这个是端木正 这个会计师的问题 他做假账 他登打不死 如何如何 讲了一堆之后 检察官 腐朽初几 兵分七路搜索 不是说我只查会计师啊 我是连你 外传传出说 连那个科办 或者民众党都被搜索 那我要讲说 为什么 检察官没有对民众党 发动搜索的主要理由 为什么他 说我准备好六箱 检察官来就提供给他 这一定是前面打过电话 这叫做先离后兵 一般来说 对于在野党 主要政党 他在立法院有党团 检察官会基于说 那我相信你这个政党 他不会做串政灭政的行为 所以我先打电话 跟你打个招呼 说你要准备什么资料给我 相关的券证要给我 我发动搜索的搜索票 目前现阶段的实务运作是 检察官拿着初步搜集到的证据 去说服法官 这七 兵分七路 这个七个地点 地址都要明确 明确之外 我要讲说我今天搜索这个主体 它可能涉及到要查扣 扣押什么样的证据 具体到说法官认为 有保全证据的必要的时候才发动 那为什么没有对民众党发动 也许检察官认为 我还是尊重你是政党 所以我没有对你发动 但是我先离后兵的意思是说 我请你要提供资料 如果没有 你看其他人都搜索了 而且其他的包括木可公司 或者是会计师的搜索 搜索完之后 查扣的证证 我可以比对你民众党提供 有没有确实 所以他跟你说 我今天去搜索了这个木可公司 因为同一栋楼 同一栋楼里面搜索了木可公司 民众党你就主动提供 我名义上好像没有搜索你 实际上你如果不提供 我就搜索你了 一定是这样的情况 拿回去之后 检察官 你看肉业征讯到今天早上 才去讲说 你看不只是会计师被交保 交保之外 这个限制出境 还要佩戴电子 代表一件事情是说 你的行踪要随时做交代 我没有搜索你 这只差一步就搜索了 只差一步就搜索 会计师之外 另外一个重保是谁 李文娟 打脸柯文哲 柯文哲讲说 这个全部都是会计师的事 如果全部都会计师的错的话 你身边的人 不会被列被告 你身边的人 不会被重保 你身边的人 不会说我现在 禁管之外 还要佩戴电子的监控 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在前面的 这个说谎记者会 讲完之后 现在检察官也 侦查完之后 什么叫做交保 什么叫做佩戴 这个在刑事诉讼法上面的意义 是说 涉嫌重大 我认为你在这边 卫照文书涉嫌重大 刚刚小军姐在问说 那他会不会在这边 被影响 这个柯文哲未来参选 我认为 卫照文书的案子 刑度就是五年以下 不容易 他会真的会出事的 其实应该是金华城案 为什么金华城案 是实际上会有问题的 是因为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那是公文书啊 调查报告跟纠正文 都已经具体指出说 你台北市政府 当时为什么会去让利 超过法定的容积率上限 你为什么可以给 法律上面没有这一个 所谓的什么都市 城市任性 什么智慧城市 这些奖励 为什么你会给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明知违背法令 明知违背法令 而图他人利益 这个是构成要件上面 图利罪的构成要件 目前他的 副市长彭震生 礼拜一被约谈 彭震生被约谈完之后 他也是限制出境出海 你不要跑掉 但是他一个早上午就问完了 代表他在里面讲了 彭震生前一段时间 透过不管是 减苏培议员 或者其他的媒体上面 出现的消息是什么 这个不是他决定的 前一段时间 柯文哲 柯市府的团队 一直在讲说 这就是彭震生 彭震生其实吞不下去 为什么 图利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面有一个样板 叫做李素德 李素德在大据檔案 他一样用图利罪起诉 图利罪的要件是说 我不需要你有收到厂商的利益 我只要明知违背法令 而图他人利益 大据檔案图远雄的利益 李素德判多重 他求刑十年 判九年 所以这个样板是 李素德没收到任何好处 马市府时代的财政局长 因为他拍板定案 他因此被判九年 彭震生看得到 我干嘛 如果不是他决定 如果不是这个副市长决定 他何必帮柯文哲谈 所以一个上午的问完之后 也给他只是限制 没有保金 限制出境出海 意思是说 检察官要你随传随到 你不能出去 但是我没有要你交保金 你的部分是涉及土利罪的被告 如果他在里面如实陈述 他里面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彭震生副市长 他是被告 他可以带律师去 他有可能讲完之后 我把你转做证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你在检察官面前转做证人 你也不能说谎 你要讲完之后 如果他对 检树培议员或其他的外面讲法 都如实是说 这个就是市长的裁量权 市长做的决定 那当然后面就是柯文哲了 是谁去承担 媒体帮他统计 照监察院的这个 纠正案文里面说 你给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 这样子的放宽到840% 金华城赚多少 有100亿的 有120亿的 就帮他换算 一平多少钱 照行情 一个百亿的资金 应该说百亿的土利的范围 如果彭震生没有自己行 那后面的市长 我要这样讲 彭震生他算讲话 后来的讲法是比较说 市长裁量权 裁量权是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 裁量权是说我在合法的范围进行裁量 举例来讲 当时李肃德 他说我跟远雄在溢价营运权利金 我有裁量权 他的合法裁量在哪里 就是营运权利金几% 但是法律规定是说你不能免除 直接送给你 因为他是台北市的工产 你使用大巨蛋 你就要付费用 不能免除 所以检察官才说 你怎么可以逾越裁量权 逾越裁量权就是明治违背法律 同样的道理 台北市政府科市府团队 当时怎么跟金华省讲说 这个法定的容积上限 怎么可能超过 超到840% 过去前无古人 讲完他后来看到纠正暗闻说 我以后也不会有 所以后无来者 讲完很讲 所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当市长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840% 浪力100到120亿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知违背法律 而突他人利益 彭正身在里面 如果他转做政人 把他讲说是市长材料 讲出来 下一步就是柯文哲 我刚才讲说 他的刑度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会真正影响他未来从政的资格的 卫照文书罪 我要这样说 没有前科恩的人 很常会判可以医科罚禁 就是说我不会让你进去管 没有前科的 所以卫照文书罪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大概不会 不会真的说 让柯文哲动摇他的根本 真的会动摇的是贪污制罪条例 贪污制罪条例的土利罪 目前彭正身在被 已经已经巩固完了 而且这一个礼拜 从彭正身开始 好几个都审委员 都被要求去当政人 包括有一个都审委员 是这个宋正脉 这个 这个里面 宋正脉是在会议里面 具体去反对 而且他的质疑 他的会议记录里面都有 质疑是说 你这个东西给金华城 没有都根条例也不符合 各种条例都不符合 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他代表我这白纸黑字写在里面 你对公务员而言 对科市长而言 我看到他白纸黑字写说 没有法律依据 我是明知违背法令 而吐他人利益 这个巩固证据的功能在这里 宋正脉或者是这些都审委员 为什么会被传 他传作证能是巩固证词 你们在会议上有没有讲 讲完之后 也没有做成会议记录 白纸黑字 而白纸黑字他的客观证据 是市长看得到 你市长如果看得到 知道违背法令 你还吐他人利益 就是图利罪构成要件里面的明确的触犯 那如果这样的违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李素德的样本就给柯文哲看 所以下一步我认为柯文哲最大的 最影响最大 当然政治现金是一块大家去质疑他的 我就比较像质疑他你过去讲的 好像很像就对小草都没笔政治现金都很珍惜 就钱都乱花被拿去做拿来做账的比较 那是图人格人设上面的崩坏 人设上面的崩坏之外 真的法律上会动摇柯文哲 他的未来的前途的 真的是金华城的图利罪案 是有人说现在这个政治现金 这个假账的部分 一次假账的部分小猜一叠 后面的重头戏才可能让他深陷淋雨 来Grace 几个角色 你观察黄珊珊的角色 他是竞选总盖师 又是过去柯文哲的副市长 又具有法律的一个身份 因为他昨天呢 我们看到他昨天是到台北地检署案领控告 这个会计师端木正涉嫌 业务登载不实 是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那黄珊珊说呢 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所有支出都有完整的凭证 银行往来的记录呢 每周都交给端木正去善达 上传去申报 黄珊珊意思说我也不相信 会有会计师会帮客户做假账 你觉得黄珊珊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对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司账户的一个治理 所有的会计师他每两个月或每个月申报时 一定会给你的客户进行去合可 这这个月的账 你可能要缴多少 然后我们大概分配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很基本的ABC 可是黄珊珊一步 你竞选总干事欸 你过去有戴政官赴胜 又有律师身份 你完全内部没有任何的集合制度吗 那现在的角色里头让我怀疑 让我怀疑的是什么 端木正的说法是说 我依法一定有人告诉他 OK Go ahead 你就去做吧 黄珊珊会不会到后来 柯文哲没有告知他 他现在告的 表面上告的是端木正 他会不会告到的是柯文哲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很有趣 其实被这个所谓交保的 还有一个人 叫做这个何爱婷 何爱婷 那何爱婷这一位女士 她同时是基金会里面的人 然后又调到所谓木可公关 帮她做财务 同时又领了 这个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薪资 这么好康啊 所以这样子的人 就是何女士这样的人 请问她是跟黄珊珊好 还是跟柯文哲好 而这样的人 她可以担任三重的重要角色 跟柯文哲有关 还是跟黄珊珊有关 这个很重要 而且还有一个人啊 她其实也马上啊 就这个回家去了 谁 就端木正的助理 基本上谁是负责说 所谓登打就是 倾引进这个监察院资料的 是端木正的助理欸 但她马上就回家了 为什么 因为检调就觉得她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什么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嘛 端打端没有问题嘛 是谁给了端木正助理那些资料 而给的人 绝对就是跟财务有关嘛 是 因为我一个人也没事就回家了 叫李文中嘛 她的经典名言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情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不知道 我都是我谦和 但是我都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 好如果她说这么快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欸我现在反问一个问题 谁才是最知道的那一个人 对 现在目前只剩两个人 嗯 一个叫柯文哲嘛 对 一个叫黄珊珊嘛 是 但黄珊珊有笨到要去告会计师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觉得她告会计师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她一定知道 她一定知道 告会计师是危险的 因为你告会计师 会计师就有责任的去解密嘛 嗯 她本来是有责任的帮你保密 是 但因为你告她便 我责任的去解密 那为什么黄珊珊要做这件事 她会不会也是为了要自保 嗯 所以现在所有的疑点 只聚焦在一个人 而那个人只承认她说 是人不明嘛 是 她本来只承认说她用错了端木症嘛 嗯 但是现在会不会是 你柯文哲 这些人都是为你所用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木可公关 你会发现 从8月6号到现在 最有问题的木可公关 居然是有 整个民众党在保护这间公司的 嗯 你会发现 居然可以在 民众党的记者会 帮她发声明函 嗯 居然可以 民众党管组织的副主任 出来去指责 木可公关的相关的厂商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为什么要保护 木可公关 嗯 另外 木可公关跟柯文哲 有没有所谓 私下去签所谓授权的合约嘛 嗯 那这份授权合约跟柯文哲 有没有建立所谓 利害关系人的交易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 那另外呢 整个民众党就想要把焦点 又推到黄珊珊身上 因为柯文哲绝对不能有错 推到黄珊珊身上 就怪她 哦你看你 呃像这个尼奥 食乐 都是你找来的厂商啊 对不对 呃因为我 被尼奥食乐的负责人警告 我说要告我 哦真的啊 我现在不太 他们为什么要警告你 嗯 呃因为我说了蛇属一窝四个字 然后他要求我公开道歉 那我马上就有道歉过了 所以我不想再道歉 OK 但重点来了就是说 很多民众党内部的人就直指黄珊珊 你找了 呃跟你比较友好的人 然后也拿了将近快要六千万的预算嘛 嗯 所以非常多人又 开始就模糊焦点一直去指黄珊珊 不仅要他已经辞去了所谓这个中常委 要逼退他去辞这个立法委员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叫做不正常的效应 可是有一件事情的架构是完全一样的 李文中就像是彭震生一样 很快就没事回家了 哦 这是一件 第二个 端木正本来交保金额是200 对 居然可以五折 嗯 他说他没钱 对 然后他酬不出钱 对 但是你会发现这绝对是 他们跟检调单位 唱 唱谈愉快 我认为是这样 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对啊 赢得他的信任的 对对对 所以你不管彭震生 李文中 还是这个端木正 我认为啊 这三个人跟谁最有关系 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而你会发现柯文哲很有趣 每一次都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在开重要会议的时候 他不会在场 因为他 第一个他不想要大家去质问他 第二个他不想让大家觉得 是他决定要开记者会议 他决定要陈储黄珊 他决定要怎么样 但其实你知道 背后一定都是皇上下的指令 是 所以大家只要从金华城案 跟小小的 这个所谓这个禁种账户的问题 你会发现 柯文哲的决策圈非常小 他的关系人就这么多人 而这些人会不会刚好也有交谍呢 这我不方便说明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 您认为这些涉及到金钱事物 柯文哲不仅是知情是主导的 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我昨天问了一位 在他大选的时候 2014年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问他说 请问一下 我说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涉及到金钱的问题 柯文哲是不假手于他人 完全自己主导来掌握 这句话还适用吗 他说完全正确的 那你怎么看 我必须讲就是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竞权总部 这个事物这么繁杂 柯文哲怎么可能管到这么细 你自己呢 你自己观察呢 柯文哲绝对有指定人 OK 或许你是问你 你说指定人去主导去掌握 整个经费 柯文哲一定有一个指定的人 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那个人在柯文哲口头才里面 都会说PM 这个是这个我们财务负责的PM 这个是这个金华城案的PM 是 所以你会发现啊 为什么彭震生会是金华城案的PM 就是柯文哲指定的嘛 是 那财务的PM 一定也是柯文哲指定的嘛 李文中 这完全都不会有变化 而这些人会不会跟他回报事情 会啊 因为当皇上是一个多疑的人的时候 哎你看你不要看柯文哲 他是非常多疑的 很多事情你没跟他回报 我跟你讲他还会透过别人去探听你哦 然后再怀疑你哦 怀疑你然后就要把你干掉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一下 不管是负责进种财务的人啊 或者是金华城的这个 呃有没有去做好这个选民服务的过程啊 嗯 柯文哲一定辽若指掌嘛 嗯 因为没有人不敢不去让他知道 这就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相信我 你们所有的人去问柯文哲的团队 嗯 柯文哲有哪件事不知道 那你的了解 黄珊珊在整个事情 他扮演竞选总监士 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哦 这个黄珊珊就是这个 照护妈宝的妈妈 哦 哎 柯文哲很需要很多人帮他take care 哦 所以是第四个女人 对啊 陈佩琪 柯妈妈 蔡壁汝之外 另外一个可以救驾的 其实就是黄珊珊 所以你会发现这很有趣啊 就是说蔡壁汝不在的时候 那就是黄珊珊嘛 对 那我再反过来问一句嘛 北市科的案子 金华城的案子 黄珊珊会不知道吗 嗯哼 嗯哼 所以 是 是 来张博士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变 我个人认为 还是把资金流程查好一点 那当然这个当中可能要接触 你觉得金流查起来容易吗 对 容易 你如果说我会计师自己去调解 漏报的我就给你啦 木可啦 我给你石乐啦 我给你尼奥啦 那这些人说 我没有做这些业务啊 甚至他有没有收到这些钱 那或者是有收到的话 这个金流你觉得容易查得到吗 容易啦 现在是两个部分嘛 一个是登达嘛 跟监察院登达嘛 对 另外一个是他的账务的处理嘛 那账务的处理 他一定有账的嘛 对不对 然后把查这些四家公司 跟政办之间的关系嘛 一定可以查得出来嘛 到底有没有去买这个 没有这个交易事实的这个 发票来入账 有没有呢 一查就出来了嘛 查资金有没有回流啊 国税局很厉害的 马上都会查出来啦 以前性败院还不是 靠这个财政部基督所去查的 是 对不对 那国税局这个NHC查的话 好好查的话 全部都跑出来 那跑出来当然就违法了嘛 这情况 不难啦 不难是不是 对 来这个法律程配备来 黄帝你再帮我们做补充 他其实比较关键的是 那三张发票啦 也就是说那三 被两家公司 1816万那个三张吗 对 其中的三张是916万 916万就是被两家公司发声明说 没有啊 我没有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他有具体的时间点 办什么活动 嗯 谁收款 那个你要说 会计师凭空想像说 那三天有三个活动 而这三个活动 一共916万 流向两家公司 伸出一个收据来 嗯 其实这个是比较匪夷所思的啊 不太容易想象得到 嗯 所以 呃我们 其实为什么柯文哲那个说法记者会 跟柯文哲讲 全部的人都在等 哎你拿出那三张发票 如果那三张发票说 我只是登打错误的意思是什么 真的有这三张发票 916万 然后只是因为上面记载的那个公司名称错误 嗯 那更正就好 嗯 没事 重点是那三张票 发票从他那天公布的一大堆收据里面 一大堆单据里面 找不出那一个916万 嗯 所以那三个时间点 的呃 办活动 然后给那两家公司的那一笔金流 到底在哪里 我想北检跑去搜索扣押 把木可的帐 把会计师的帐 跟呃民民众党提供的这些帐 全部拿回去比对 就是要比对出说 社会已经质疑了嘛 因为两家公司公开去讲 为什么这两家公司那个代性的 那一个负责人要被传去 对 因为他发的声明 代理 他就哪一家公司负责人 呃尼奥跟 呃就是本来要告 对对对 这两家公司 你 他他被传去作证很快出来 他只是巩固一句证词 证词是这个声明书是否为真 因为他已经去他的公司 尼奥跟时乐搜索了扣走了账 也从他家到他住处 负责人的住处扣走了账 相关的资料 这种一定是把笔电带走 主机带走 跟这样的实际的东西带走 带走之后 我先叫你来问 如果 这个代性负责人在 侦察庭里面说谎 因为他证人嘛 嗯 他说谎他扛七年的未证罪 所以他要讲说 到底有没有那三 那三笔 支出 那三个活动有没有 嗯 他的声明 公司声明是否为真 他应该会照着他的公司声明讲 我真的那三天没有办活动 那到底是谁伸出那一个不识单据 谁去造假 那个金流到哪里去 如果今天真的是那三笔钱出去 去到哪里 嗯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那个账目是 那916万有出去啊 那去到哪里 是不是有人 不知道中保私囊也好 诈欺侵占等等 他会衍生出来说 如果单据有不死 后面的钱到哪里去的问题 会不会另外要衍生出洗钱防治法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去隐匿那个钱 跑到其他地方去 还有洗钱防治法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源头 那三张票 三张收据 柯文哲讲不清楚的 嗯 民众党讲不清楚 到目前为止北检扣完之后 那三张的单据到底 钱流到哪里去 我想是下一个 呃北检要查的重点之外 柯文哲他也没办法回避 因为大家还是会问他 你到底办的活动 钱到哪里去的吗 来最后请教的是Grace 这个事情里头看到 黄国昌的角色 他具有法律背景 照道理 你应该可以事实站出来 不是只是一句话说 百分之百相信 你应该透过实体的案例 力挺柯文哲 他是可以办到 你可以拉他一把 甚至可以抢救他 可他没有做 所以有人开始怀疑说 如果柯文哲沦为阶下球 可能被起诉 在未来一年半载当中 他很难在政治发展当中有所突破 他肯保法院应付这些重大的案件 疲语奔命 这个时候呢 黄国昌有可能取而代之 统领民众党吗 明天过的民众党 会可能怎么去演变呢Grace 我认为 关于黄国昌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很有趣 本来因为黄国昌的关系 民众党被挂上 所谓小蓝这个标签 让民众党的组织非常的不开心 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政党独立性 为什么要为黄国昌在国会的表现 我们要贴这个标签呢 所以之前柯文哲是想把他撕下来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撕下来的时候 想要靠黄珊珊拉回这个状态的时候 结果出事了嘛 那现在你看他又回去跟黄国昌开直播嘛 所以黄国昌比较像是柯文哲 最后一颗安慰剂嘛 我觉得是这样 那重点来了 民众党有没有其他的人 或许有蔡壁鲁或许有黄国昌 黄国昌如果继续做政治 他不想管党务 那我认为还有其他的人 可能会去做党务的工作 那我必须要讲啦 黄国昌他昨天哽咽差点哭出来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他在哭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是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到每个党 党主席都会有司法问题 他上次在时代力量也是 对不对 更不用说 他这一次想要主打什么 我们立法委员要有国会调查权 结果今天你们民众党喔 连自己的内障 都没有办法调查好 看应该顺势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不是吗 对 而且你黄国昌连自己 对内的接壁都办不到 请问一下你黄国昌还有什么用 这就在全台湾的民众的心里面啊 黄国昌已经丢脸了啊 你平常对别人的这种小瑕疵啊 都说是弊案 对于自己的弊案 居然都说是瑕疵 我觉得这已经无法跟这个社会交代 所以我并不认为 黄国昌未来还能够再带领民众党 到更好的地方去啊 因为他的清廉的价值 行政管理的这个绩效彰显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用了 对 有一点我非常好奇啊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包括黄国昌在位的这八席的立法委员 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市议员 包括了跟柯友好的一些 被认为在社会比较公信力的人 官罗女中发现说 第一个发现这个党呢 在危机处理时呢 毫无跟社会对话的能力 二方面呢 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替他们背书跟说话 等于说大家完全不相信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个 大家要知道 民众党一群这一些 平常让大家觉得好像很会说话 好像很有理想的人 他们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 他们只要遇到法治的问题 就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法治的论述 是由很多会计师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 是可以去挑战你的 所以他们不敢讲话 第二个 他们根本无法再去相信自己团队里面没有问题 第三个 他们没有办法去批评柯文哲 因为害怕柯粉的反噬 他们都会掉票嘛 所以无法说实话 所以这三个问题 会让这个整个民众党被社会瞧不起嘛 你都已经当上议员 你都已经当上立法委员 你要为我们国家努力付出的时候 你包庇自己的政党成这样 你连柯文哲你都不敢批评 你连黄珊珊你都不敢讲 请问一下你们还有什么用 所以我是觉得啦 这个事情就让大家看到 所谓柯文哲领导一个政党 艺人政党的坏处 跟一个叫偶像包袱 打造明星这样的人设崩毁之后 产生一个政党后的效应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持续观察和学习 好来我请教两位有法律背景 张博士你先来 请问一下 你觉得目前为止 柯文哲有翻转力往狂澜的 的一个机会吗 有没有可能 从新华城一直到政治现金 这个疑似做假账的方法 你发现他完全没有翻转整个态势能力 危机处理也激进于零 导致于整个公信力 几乎沦丧同时归零 对一个民众党来讲 如果他在大选里头 拿下20%支持度 我不知道未来还有可能吗 还是可能会走向泡沫化 你觉得还有翻转 包括力往困难的一个能力吗 有没有办法 我个人的看法 完全不可能翻转 第一个来讲 光是一个竞选办车处 没有几个人就没有办法领导统一了 那还好天佑台湾没有让到险上 要不然不晓得乱成什么样子 再来一个竞选刷入彩4亿多 4亿多都没办法管理 那你把整个国家的财政交给他管理 那不是更糟糕吗 所以天佑台湾 那天佑陈佩琪 陈佩琪会不会有事 陈佩琪基本上我认为 我跟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基本上来讲不兼业 应该是从公司法里面的敬业禁止 假定他今天去开诊所的话 也许他领了不建立奖金 就会有贪污的问题 假定他今天不是开诊所 他只是开一般公司 开一个小草咖啡厅是OK的 不是啦 也违反公务员的服务法 那这个当然罪就没有像贪污那么重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不晓得大律师怎么看 我是这样的认为 来 这个大律师怎么看 他们其实应该是 柯文哲今天改口了 他说他们不是开人头公司 因为他们应该 我们法律看应该是可能完成串政了 就是说他讲说不是开人头公司 是他们父母出钱给儿子开 顺便失职去开 所以连未造文书的 开人头公司的问题都没有 然后领不兼职不开业奖金的 炸领那个公款的部分也没有 所以应该是完成串政的 如果那个基调是大家讲话都一样 他儿子也说我扛了就是我开的 然后父母出钱 如果照串政完成的话 司法会采信吗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 司法第一时间要保全这个证据 应该就是把陈佩琪传来 就是先鞏固了 但是司法在这一段没有做 所以买乎 就是这个串政应该是 看起来从柯文哲今天出来定调 大概是已经完成串政了 除非他有其他的突破口 譬如说他儿子没看到这个新闻 被找去问 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不然他如果一家 他柯家人把过去对外的诚信摆在一旁 我讲的话都不是真的 我们后面已经法律责任看到了 糟糕了 赶快去改一个说法 改口 如果他改口成这样的基调 到法庭上面 一家人讲这样 不会有法律责任 所以如果他串政已经完成 我们刚才讨论的陈佩琪的卫造文书 或者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 榨取财务 大概都过关 所以这个大概是 目前看今天柯文哲的反应 大概猜得到他应该完成这样的一个 串政的过程 好 我希望在明天过后 三位还可以持续来到小军朝铺库 注意民众党的跳船潮 因为可能新的支持者进不来 那旧有的可能也保不住 不管是民意代表或是立法委员 那也有人说 这立委呢一半的任期之后要换 八个另外一个八个立法委员上阵 也有人说 你们摊开第二批的八个立法委员 可以看出来 这个战力跟第一批相去甚远 所以呢 一场民众党其实生死之战 才刚刚开始而已 也谢谢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 包括爆出一笔高达什么 96万元的餐费的误费呢 科目者今天就讲说 这个出入的账超过18万笔 如果一两笔 错到也不足为期 目前我也这个差额应该超过了是2000万元 内部都在清查当中 好 这是一个现在最新的发展 我们持续锁定小金超级Process 谢谢 谢谢Grace 谢谢张博士 谢谢王丽律师 谢谢很开心看到你们 我们再会咯 谢谢所有新的观众 我们再会 拜拜 谢谢 拜拜 哈囉 哈囉 你們好 老师好 嗨你 来到云南 她们比一般人还单纯 我们在这里跟她们在一起 好像自己也被疗愈了 大家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来咯 大家好 小同学好 我是吴吴吴吴吴吴 吴吴吴 吴吴吴 这些孩子都很认真 有的是认真在做东西 这样就好 今天要不要加一点东西 要加什么 要不要 要不要 也认真是要照顾自己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第一盒的火箭 健身 再来一口 其中双手要是让她们可以伸展肌肉 让她们可以稍微做一个 对 她们多数提早老化 时间珍贵 这是她的玩具 这是她的叫轮椅律动剂 她的害羞了 害羞了 每一个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认真 那这里的老师们也都很辛苦 每一位老师都很有耐心 不只是耐心还有爱心 有她们的陪伴 这里的小朋友都很幸福 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她们当成家人 在照顾她们 服务她们 我都觉得她们是天师 因为看到她们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 内心会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我们就会差很多 她们可能实际年龄已经五六十岁 但事实上她们像一个 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一样 这些孩子从出生就面对一辈子的艰辛 是一辈子都需要被照顾的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有关心她们的人 跟她们一起认真的生活着 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早上来 她们会叫你哥哥或姐姐 虽然她们的年龄比你大 但其实她们没有恶意 因为在她们的世界里 你们就是她们的大哥哥大姐姐 她们在哪里 当你了解她们的时候 发现陪伴她们其实是蛮快乐的 而且 有的时候其实她们给我们的国会 一个笑容 是一个动作 我们就会觉得 辛苦当然是辛苦 但是付出之后 得到一些国会 都会觉得很感动 那我们玉华的床是哪一张 你选的对不对 对对 你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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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孩子她永远就是很可爱 永远保持在最纯真的样子 感谢育成社福基金会 每年背负超过69万人次庞大的服务量 陪伴无数家庭 跨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障碍 他们不一样 但跟我们一样认真 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 不一样的认真 育成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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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